天下不宜,笑开,历史蜂蜒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夏庆王时社 《山海经》中讲了不少我国古代的神话传送 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薄 并且《山海经》还记载了古人们的创作发明 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古籍 龙在我国有着特别的意义 《山海经》中有唯一吃过龙肉的人 如果你是此姓,那么可能是他的后代 玉龙堂在国内味都是有知名度 刘姓所信封的玉龙堂,刘氏始祖 是一个叫刘类的人 刘类是游的义松 曾跟着幻龙室董父学过咬龙 董父尤其擅长咬龙 许东龙都对董父十分欧盛 硕得之后就赐给了董父姓幻龙 刘类从幻龙室那儿学会咬龙后 下筹华地 孔甲地便让刘类帮他咬龙 孔甲地因为顺福天地 获得了雌雄两条龙 孔甲地便希望雌雄两龙能够带来更多的龙 因而刘类也是费精费力的 伺候这两条龙 玉龙对刘类来说 得心又熟 孔甲地来看雌雄两龙的事 只见两龙精神抖擞 又对刘类使风的关注 便觉得刘类正是个雅龙的高手 少赐了刘类不少东西 孔甲地念刘类玉龙有功 就封他为玉龙氏 刘类便有些沾沾自喜 结果雌龙意外死了 刘类害怕孔甲地怪罪不敢扫 一直淘散孔甲地 为了不让其他人看到雌龙的尸体 刘类干脆将雌龙做成了美味 敬谢给了孔甲地 雌龙肉确实美味 被蒙在鼓里的孔甲地 对刘类非常的满意 让刘类继续介绍 刘类这才觉得事情闹大了 就跑了 并且改了元席的名字 直到得知孔甲地不再追究此事 才将名字改了回来 孔甲地也就是成了唯一一个吃过龙肉的人 但龙肉便没有为孔甲地带来什么 反倒是咬龙这一事 让孔甲地的师门非常不满 潮潮批评孔甲地对龙不懂抓懂 最终惹恼了孔甲地被处死了 师门死后孔甲地心中甚至后悔 觉得不应该在冲动之下 伤害师门 一次铁降大雨 又刮起了大风 风雨后 雨淋又烧了起来 孔甲地认为是 师门的元红回来找自己了 于是去郊外祈祷 这样心惊胆颤一发后 孔甲地在回来途中在车上去世了 孔甲地姓四 名孔甲 夏朝灭亡后 四姓的后代 由改为雨姓 肺姓 心姓 起姓 增姓 台姓 下士 包姓 周姓 欧阳姓 司空姓等 若你的姓氏在这些姓氏中 那有可能是孔甲地的后代 好了本期的夏晴王室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评论转发 点赞